前往半owed Rachel's Clarence Reviewer 3 可宜 你好 你好LSV 是啊 很多谢你今晚在电脑里面聊聊天 其实我们就次见过面 亦有一次參與過中西區說鬼故的道賞 可宜是一個嘉賓說回他一些話 我們今天也在ViuTV見面 由於在ViuTV錄節目的時間很短 他有很多話都未說完 所以今晚即時就找回他在電話裡 跟我們說說他在中西區的一些靈異事件 可宜你住在中西區多少年 我由九歲開始 其實我家裡四代都是住在那裡的 所以對那區就非常熟悉了 是的 有些什麼事件 電視那些不要說了 快點重複吧 說一下 今天我們沒有說的 等大家遲些看電視看 但有一宗我今天聽到 也覺得挺恐怖的 就是發生在一間醫子店裡 不要說哪一間 好嗎 好 因為哪一間真的不可以說 我們家裡跟他很熟 在雀仔橋附近 就有很多醫子店 現在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其實只剩下一兩間 OK 要說少少哪個叫雀仔橋 雀仔橋就是國家醫院下面的一條行人路 我們叫做雀仔橋 因為它是拱起的 它是上山的 其實它是在皇后大道 也是在西原盆地匹站出口的附近 是的 其實那條橋是挺有趣的 它是在路邊而已 嚴格來說 你不覺得是一條橋 類似一個拱形 跨過另一邊 很短而已 我想一分鐘就走完 這樣吧 其實下面以前是公廁 哦 是嗎 是 這就是爲什麽它那條路上去 那條路的下面是公廁 哦 然後那裡就有幾間很大的 開了很久的紙宅店 是啊 嗯 好 發生什麽事 大概是三四年前左右 嗯 其實一向有一些傳聞 就是在余蘭節的前後 很容易在一些衣紙店裡發生火災 嗯 那些老闆就說那些是叫搶東西 哦 即是他們上來 然後他們就上來搶祭品 哦 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是啊 有這樣的傳聞 嗯 那這間的衣紙店每一年 它的余蘭節 他們都會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來防止自己被人打劫 是嗎 沒錯 那就是三年前 就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 嗯 現在其實有很多的紙宅品 都是在大陸那裡運下來 尤其是一些很大型的紙宅品 是 那一年他就有一個蠔客了 有很多的他們就訂了一批很大型的紙宅品 嗯 包裹是一些一比一大小的紙宅品 這麼大 還有很大的游艇 對 還有很大的游艇 或者是很大一輛的車 嗯 他們的店舖後面就有一個貨倉 嗯 其實他有買火險 他又特別不為這批貨買保險 哦 但是在我們傳統上 他亦都買了一個保險 他就是找人做了一道符的東西 但這道符是很有趣的 他不是普通我們一張黃紙寫了紅字的符 他是一塊木板 然後在上面就釘了很多釘 嗯 每一粒釘就代表一個星宿 就是一粒星來的 是 然後他就用了一條紅繩 就在這幾粒星那裡就畫了一條紅線 即是他拋了一條紅線 在釘頭那裡 嗯 然後呢 這一塊木板呢 本身就是一個好像符 或者結界這些東西 然後他就把這一塊東西 安置了在後門的門尾上 就是說應該也要看著了 其他靈體是影響不到的 進不來的 是的 沒錯 那天那輛大貨車就來到門口了 然後他就要把那個製品抬進去 其中有一些很大型的製品 當我們抬進去的時候 他就勾到那條紅線 是 即是門尾上的那條紅線 那就勾掉了那條線 哦 但是他也知道 但是他也 那時候最重要其實是那些貨 是 所以他沒有理會 就先把那些貨 拿進去後南那裡 嗯 那把那些貨 所有的貨 全部都在那裡放好了 然後把它交收了 再進來的時候 那個老闆就見到一個情景 哦 他就見到有人 其實如果在他的視線來說 那個人就是半個身 在牆上伸出來 嗯 然後一隻手就拿著一些東西 就扔進去地下 那個手掣就好像我們小時候 玩沙炮 哦 把沙炮大力扔進去地下 哦 然後他就很大聲叫了一句 他說 你在做什麼 嗯 因為那時候就有很多女工 他請了很多女工接醫子 是 因為那陣子就有很多人 要買那些一袋一袋的衣紙 然後那些女工就順著他的聲音 就轉過頭去看那邊 即是看那些製品那邊 嗯 就開始看到那些製品出現了 哦 真的嗎 沒錯 他就突然跑去 然後就開始抬那些製品出來 嗯 他就很生氣 但燒得這麼快 真的 其實呢 不是說火光紅紅的去燒 但是他很容易分黑 他一分煙就不能溶 那也是 這樣 他說在牆上看到有人伸手 出來扔那些 類似是花炮的東西 是伸了半個身出來 然後就把一個人扔進去地下 手勢就好像我們扔沙炮 嗯 但是肯定不會有人的嗎 也不會這樣可以穿牆過壁 是嗎 不會的 他那個位置是放不到那個人進去 你把貨物放在那裡 在牆上都放不到一個人 反正大家都知道 那裡不會是有一個人 嘩 這麼恐怖 即是說 如果不是勾脫那條紅線的說話 不會做到這件事 而那個靈體是看實了 那個符失效了 他就馬上做這個動作 即是說 聽說每逢到那個時候 就有很多的 一些平時都不存在的靈魂 就在門口那裡裝著裝著 走來走去 聽老闆說 說真的就正常 我也光顧過其中一間 因為我要買衣紙的時候 我要想到 我第一時間都會想到這幾間 我也想到的時候 那些靈體每天都佈住 那裡是倉庫 是不是 他們也有報 對嗎 如果這樣說 但他們有養貓 有養成的 主要就是那一陣子 實在太過人多開工 嚇走了那些貓 那些 整個環境不同了 其實結界都不同了 噢 接著有沒有再找師傅來盯著他 沒有的 老闆很生氣 他做了很多事 但不包括這件事 他將整間店的裝潢都擺過了 是嗎 噢 搞什麼 那些靈體很厲害 但是那幾間店 又這樣說 他做到盆滿撥滿 我覺得真的 是嗎 盆滿撥滿 這幾年其實都差很遠 其實現在 會行常買祭品去拜祭的人 是很少的 噢 不過那次 有人訂了這麼大型的東西 有飛機大炮 有馬 就是這樣說 現在很流行 現在很流行 一些很浮誇的東西 我也見過整個 一比一的隔晚 那些女僕 就是 我們有工人 通常有工人 一男一女 我是見過整車的女人 整車子宅女人 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做花 我想這件事 行內很多人都知道 我自己本身是做鮮花 所以我也是做白腩 有一次我去香港民意館 去交白腩的時候 看到有一位江湖大哥 出燈 那一天 我們很多師傅 上了白腩之後 站在那裡談論 一輛貨車 我就走過去八卦去聽 然後我就聽到師傅說 這位仙人 他的朋友 就是紮了一車女人給他 裡面是有金頭髮的 哈哈哈哈 做什麼都行 那個人真的是大哥 無論是金頭髮 黑頭髮 紅頭髮 什麼都給他 是不是 我想這些事 對生人來說 是一個更大的安慰 覺得我什麼都還給你了 也是 好了 這件事發生在紙閘 一些靈異事件 你自己還有沒有在中西區住的 一些個案 或者你聽回來的事情 或者你覺得 哪個地區 中西區是最陰的 最恐怖的 以前很流行說 我們有高階鬼屋 現在就變成社區中心 但是這幾年 真的裝修完之後 你發現整個氣氛是不同了 所以現在在社區中心那一邊 我就完全不覺得以前那種氣氛 反而 我在那裡住了這麼多年 我是覺得 如果我們是有一個 這樣的氛圍的說話 它是慢慢向我們的 東邊移過去 東邊 差不多是由石塘咀那一邊 你會發現 其實那個氣氛是去了那裡 這個也是跟地區的貶遷有關的 慢慢其實一些我們依然保留的舊的建築物 或者舊的故事 都集中到石塘咀那一邊 那就說說有關於石塘咀的故事 好 現在 你知道我們這些很多都是住劏房 或者住一些很小的單位 所以有一陣子 我就經常去看劏房 不單止是為了我自己 為了我的朋友 今天在節目裡我講了一件事 但其實另外有一次就是我和我朋友去的 在石塘咀那邊 就有一些很小的板間房單位 即所謂整理板間房 我們很舊式的 上下都通過而已 即是一塊板正在中間 唐五樓 唐五樓然後上去 我和我朋友去看一間板間房 那天是下午 其實外面是幾天公日白的 但在那個單位裏面 就比較分暗一些 比較舊一些 他一進去大門口 轉左 就已經是那三間房 那三間房 前面那條走廊很窄 然後我們就進屋 很有禮貌地 跟小姐 招待小姐 就說 你好 我們來看房 然後我就看過去 這個右手邊的時候 我就已經看到有一個阿婆 是走進房間 是 然後我們就在外面那邊看過 一個環境 外面就OK的 正常常 一間屋 一個廳 廚房 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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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走進去 那裡 那裡 就不是太滿意 記起某些原因 可能是因為 那塊木板 沒有封閘上面 他覺得不安全 是 是 我們看完完之後 走出來 那時候 我跟他一起 都有說過 那個阿婆 我們就說 很麻煩 我們這麼年輕 有時候 我們晚一點回家 然後阿婆 會不會投訴 這些事情 都要想 然後 當我們 談完這個事情 出來 去見那位女士 那位女士說 大家其實都很有誠意 價錢可以再減一減 我很遠從葵涌下來 現在我搬去那邊 因為他分化了公屋 然後我們說 哦 好好好 如果我們再想上來看的話 會不會有其他人 開門給我們呢 那個女士說 不會 因為這間屋是很久了 那真的是 業主也不在 如果要出來 就是她 然後我們就看一看 我們說 那裡面的阿婆 可不可以開門給我們呢 嗯 好了 我們是 我們區裡面的人 對於這些話題 其實是很聰明的 是 那位女士聽完之後 就 眼睛睛睛看著我 大概是一秒鐘左右 然後就馬上跟我說 她說 這些開門這些事情 那我們下去才說 那你也要給我時間 我想你會什麼時候上來才行 是不是 我們走走走 然後我們就出門口 出門口 然後她就不回答 直接跟我們走下去 走下去了 然後就跟我們說 阿妹 去麥當勞吃點東西 不要回家住 是嗎 然後我就說 哦 這樣好啊 我還以為她想跟我去麥當勞吃東西 然後再聊 然後她就跟我說 家屋沒有人的 不過你不要來住了 如果你看到的你就走吧 這樣 是啊 即是她也知道 是嗎 要這樣說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嗯 我們那個花店呢 就是在高階來的 我們上面就已經是中半山了 上到寬銜道 以前我們舊的那些客人呢 老老數數年紀都會比較大 而且她的家裡 年青的那些家人都是移民 他們那些成億多的豪宅 其實上面標空了很多 是沒有人住的 那她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做她自己家裡的鵪堂 哦 即是放些仙人在裡面嗎 起碼六七戶 我自己手上的 哦 就把所有她家裡的鵪 鵪 鵪 放在單位裡面 我就負責每十天上去換一次花 哦 即是每十天我就抬著一大束菊花 就上去 即是逐個單位 跟她換花換水 其實 那些單位我也知道是沒有人住的 但是 很多時候真的開門 進去的時候 是會聽到開門聲 散門聲 別人被你那些聲 哦 那不出奇 其實這些東西都很普遍 那在供奉她們 這些屋子是她們自己的 長期就在那裡了 是嗎 這樣說 是啊 小時候很害怕的 即是叫我家人上去 因為我家人才服侍他們 只有他們生前 是啊 即是認識了 是啊 只是店舖也有兩代三代 然後他們會上去說 不要嚇我妹妹 因為以後就是她服侍你們了 OK 喂 有沒有機會帶我去參觀一下 單位當然是不行 OK 不過如果將來我們有些什麼故事 又或者有些什麼團 我們都會邀請你過來看 很好啊 我上一次就走了一轉 中西區 大中西區 所謂傳聞大把 對不對 即是說不完 是的 我有一些地方想跟你聊一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資料 我經常覺得這個地方很陰 那裡就是一個醫學博物館 我知道醫學博物館 你知道嗎 下面就有一個公園的 那一位 打球球場的公園 我覺得醫學博物館那一帶 我是有點不舒服的 一入夜其實都挺恐怖的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 關於這一帶的地方 醫學博物館上面那條街 以前很出名的 就是出過四、五次的名案 都是跟一色一樣的 但是找不到兇手 一色一樣? 你知不知道那件事嗎 不知道啊 你說來聽聽 就是分別在兩年裡面 很不幸地那時候就有四位街坊 都是在上面那一條街 咦?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了? 是啊,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就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就是50元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in市看哪集 就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就訂閱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就買Coin市看 所以希望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會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